德国人曾经针对不同饮食类型者的生物能量磁场做过测量与比较,结果呈现出令人惊奇的现象,其中,一,以野生的野果、野菜、树叶及药草为食来进行断食的人,生物磁场强度最高,其数据达到12万厂能单位之多。 二,纯素生肌饮食者,其只吃天然有机的,为主过或加温不超过摄氏40度或华氏105度的蔬菜水果、芽菜、梅类、坚果种子、海藻及豆类等,没有任何动物蛋白,此类素食者之生物磁场强度为8万4千厂能单位。 三,新生婴儿的生物磁场强度是4万厂能单位。 四,一般有机素食者,生的熟的都吃,其生物磁场强度为2万6千厂能单位。 五,一般非素食者的生物磁场强度最低,只有一千厂能单位。 从德国人的研究结果中,可以发现,一,素食者的生物磁场强度远远高于昏食者。 二,个体所摄取之食材生鲜程度越高者,其生物磁场强度越大。 人体的神经讯息传递力程系属于电磁脉冲传导,依据电磁学原理,只要电流经过之处,必然产生相对强度的磁场,而磁场的振动则会产生电磁波。 因此,人体不仅具备生物电流,生物电磁场,也会释放出电磁波。 人体散发出来的电磁波,经仪器测得,主要细为红外线,其波长是7到14微米。 这些红外线并非可见光,故无法用肉眼看见,但是,透过红外线摄影机与放射温度计则可以测出相关数据。 中医所云之气,其实就是生物能量,生物能量越高者,其生物磁场强度越大,也越不容易生病。 因此,过去曾经传闻有人炼气功之后,治好了癌症的新闻,此成非空穴来风。 这是因为当事人透过炼气功来提升其自身之生物能量后,原本因为生物能量较低而导致身体生病的现象,透过炼气功而提升生物能量后,个人健康条件获得了改善。 除了炼气功以外,透过打坐意可提升个人之生物能量。 张长林教授在其所驻知人体的彩虹,见证科学底下的经络奥秘书中曾经提及, 人类除了具备化学身体以外,还有一个电磁学身体。 人体外层的生物磁场也许可视为一层保护膜或防护罩, 其功能是否有如地球磁场可以屏蔽来自外太空的辐射线一样, 对人体具备某些保护效果呢?此一推测颇值得后续研究予以深入探究。 此外,是否可以推论,当个体面临对人体有害的磁场或能量来源时, 生物磁场强度越大者,如素食者,越可以不受其影响, 故在身心灵方面可以维持原有制健康和谐状态。 反之,这些有害磁场或能量对于生物磁场强度较弱者, 如,婚食者而言,是否越可能会造成某些程度的伤害呢? 过去传闻吃素后身体外围会形成一圈保护层之说法, 是否可从前述之德国人的研究中,得到若干印证? 也就是说,因为素食者的生物磁场强度远远高于婚食者, 如此一来,是否素食者的身体外围存在着比婚食者还要强大的一层磁场防护罩呢? 至少,依据德国人的研究结果,或可延伸思考, 素食者如果在每日打坐之余,又经常练气功, 且在饮食习惯上进一步成为食书者, 仅以生鲜蔬菜为食,或食果者,仅以生鲜水果为食, 则其生物磁场强度或将得到明显的提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